她是希腊神话最美女神阿弗洛迪推 她是印度破坏与创造之神士婆 而两人一见相合一起投票选择毁灭人类 其他的众小神也纷纷赞同他们的想法 就在颤颤巍巍的神王宙斯即将敲下审判之锤时 突然一道抗议的声音传来 女武神布伦希尔德竟出现在看台之上 他对众神的决定似乎有着其他的想法 可就在这时北欧最高神奥丁身旁的乌鸦怒斥道 可女武神并没有理会乌鸦的乱脚 随即说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此话一出令众神十分震惊 只见女武神拿出神法宝典 其中有一条明确的规定 而仙境传说的规则 就是人与神双方的派出13个最强的战士进行一对一单挑 率先赢得7场比赛胜利的一方 将获得最终的话语权 换句话来说这项条约只不过是众神开玩笑定下的 一时间神明法堂内议论声刺起 众神纷纷反对并发出不屑的嘲笑声 但关键时刻女武神竟使出了激将大法 刺耳的嘲讽声在法堂上空不断回答 一时间众神眉头紧锁一言不语 可女武神的嘲讽让众神十分的不爽 但这种愤怒的表现正是女武神所想要的 果然众神之王宙斯对此非常感兴趣 那就让他们彻底的毁灭吧 神王宙斯当即敲下了审判之锤 众神与人类的大战一触即发